在这一边才有我们state all the angle between 0 跟 360 度 with the trigonometric function sin delta等于0.66或 negative 0.66 在这一边我们知道那一个什么 astc嘛 sin positive是这两个,sin negative是这两个 这样的情况之下加减 这样就包括全部了 然后我们这一边这个是data 这个是百八减data 这个是百八加data 然后这个是360度减data ok 所以我们的reference angle呢 我自己本身我喜欢用的是basic angle啦 会是等于up sign 0.66 那个减你不要放啊 所以我们这一边我就有shift sign 然后0.66 然后我会拿到的是41.30 ok 41.30度 所以我有41.30度之后呢 你就可以这一个百八减 百八加data 360减 所以你在这一边你这一个呢 它就180减 然后你拿到的是138.7 然后你接着呢 你还有180加data ok好 来我们这一边还有 然后接着我们还有180加data 然后我们拿到的是318 然后我们拿到的是318 ok好就是这样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呃我们只要知道我们的答案是正确的 计算简单的 你只要在你的计算机那边按sign 然后你拿到的是41.3 然后你放进去 0.66 ok然后这个sign138 138.7 ok你拿到0.66 然后接着sign221.3 然后你拿到negative 0.66 然后你的sign318.7 ok你拿到0.66 negative0.66 ok接着我们的secant的情况之下呢 就是secant是什么 secant是ifor cost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的ifor costdata会是等于这一个 呃2.2727 然后我把这个乘上去这个除下来 它就会变成costdata等于这一个了 ok 所以这一个ifor 2.77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我这边就up cost 然后它这个是ifor 2.2727 ok 同样的它也是属于4个东马丸啊 ok 所以我这一个拿到的是63.90 ok 好 我拿到63.90 然后接着呢 它的那个用百把来减 然后我拿到116 ok 然后我再用百把来加 然后我拿到的是23 然后接着呢 我用360来减 ok 呃 这一个是360减 然后我拿到的是296 ok 好 这个就是它的答案啊 同样的你放cost 这一个63 这个进去 我在这边按cost alpha tax 然后clc 然后63.9 然后我拿到的是0.439 99 ok 有跑一点 ok 然后我再按clc 我放116.1进去 ok negative 44 差不多 ok 然后我的243.9 然后negative 0.44 ok 刚刚的这个63.9 是 差不多 然后clc 296.1 然后我拿到的是0.44 好 来 下一题这一边 content content content是什么 content是hyper tangent ok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 hyper tangent data 会是等于 呃 加减1.136 这边才有加减啊 我把这个搬下去 这个搬过来 然后它会变成tan tanent等于hyper这个东西 所以我的tanent data等于hyper 加减1.136 所以我的那个basic angle 是up tangent 然后 这个 hyper 1.136 嗯 然后我拿到的是41.36度 ok 这个是它的basic angle 也是它在first quadrant里面的那个答案 然后接着我用180减 然后我会拿到138 这个 然后我再用180夹 嗯 然后拿到的是221 然后我用360减 ok 然后拿到的是318.64 啊 这个是它答案 然后我们要检查我们答案对不对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直接tan alpha x 然后clc 41.36 然后我拿到的是0.88 03 然后138.64 我拿到的是negative 0.88 然后我再clc 221.36 我拿到的是0.88 我拿到的是0.88 然后我的318.64 我也拿到0.88 嗯 就是这样 ok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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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